爱看甜宠剧的看过来 小鹿可不允许你们没看这部大约是爱二 这可是甜宠狂魔必备的好剧 也是小鹿最爱的续迹之一 还记得当年小鹿就是追这部剧到半夜的 当年还在校园和死党们讨论剧情 想不到转眼间就过去了五年的时间了 小鹿也从校园离开并步入社会 所以这部剧几乎可以说是承载小鹿的青春回忆 几乎是非看不可 还记得当年三对CP 红撒狗粮 相关话题的网络热度也在持续走高 收官到晚就被无数的影迷喊话 想看须急 如今这不就来了吗 全新定档开播的大约是爱二 六位主演燕西 徐晓诺 蔡以嘉 杨欣颖 胡文哲 李新博全数回归 有了上次的合作肯定更让人期待 不过也有人离场了 不说的话你们肯定不知道 因为小鹿在翻阅资料后发现 导演从许佩山变成了过会中 目前来看还是熟悉的感觉 也不知道剧情会不会因为坏人后 变得突兀 大约是爱二作为第一部的续集 讲述的是总裁 魏青和美术系毕业生周氏 在异国恋期间产生信任危机 而好分手 回国后魏青想尽办法挽回周氏 在历尽艰辛后 终于再次走到了一起 是的 男女主演依然还是燕西和徐晓诺担任 主角性格上与第一部有些不同 续集里男女主角人设经历分手后更加成熟些 而且还记得当时宣传该剧时 剧组一次过放出三个不同时代背景的预告片 从古代 民国再到现代 三组CP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新世夫妇依旧甜蜜 但异国恋也是误会丛生 菲林夫妇 玉姐和小奶狗的感情 更进一步 明镜夫妇遭遇第三者插足 这样的剧情真的是太期待了 其实那原版人马的回归 成为了大约是R的一大亮点 因为在其他的同类作品上 只要能有一人回归 就已经可以偷笑了 更何况现在是六人同时回归 简直就是小仙女们的梦想吧 相信观众们也不会因为人设不同 而导致追到一半就气了吧 剧情的升级也成为了另一个看点 再加上新面孔的加入 小鹿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追起来了 大约是R剧组可以说是全员颜值 演技在线 电视剧剧情也很吸引观众 这样看来的话 外星女生柴晓七二应该就快开播了 同样作为续集粉丝还不少呢 毕竟大约是R已经为他探路了 感兴趣的你马上收看由铜讯视频 爱奇艺共同播出大约是R 赶紧带上那个他或他收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